什么弦灵雪和幽冥雪,从来没听过 韩芸汐你说谎也打个低稿吧 大将军府的大小姐,慕刘月 韩芸汐这个废材,不仅仅抢走了秦王 居然还来谋害她的哥哥 爹爹,你还不赶紧把她送到大理寺去 她拿刀子要杀我哥,那是所有人都瞧见的事情 跟她废什么话呢 一个废材,她懂什么医术 都是犯筒吗,还不把人家押走 慢着 玄灵雪和敏幽雪,顾北月是知道的 这两个穴位可不是普通的穴位 如果不是内行人,听都没听过这两个名字 更别说他们具体的位置了 穆大将军,王妃娘娘说得有理 我马上就去试试 穆太医,你不许去 谁不知道她是韩家的废材 她懂什么穴道,什么毒啊,笑话 大小姐,人命关天 如果真是中毒,时间就是性命 请你不要胡闹 啊,不许去就是不许去 刘月,让开 爹 让开 穆刘月心不甘情不愿地狠狠退开一步 顾北月去得快,回来得更快 只拿着两根黑透了的银针给众人看 真中毒了 韩芸汐,不会是你下的毒吧 要不你怎么会解毒 你们再拖时间的话,我也不会解了 韩芸汐,我就信你一回 赶紧跟我走 顾太医和穆将军留下 其他人都出去 不要干扰我 谢谢大家